好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章 成本 成本管理这张啊 现在的分值啊 每年有20分左右 它的性价比很高 对吧 这个 首先呢 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啊 正常情况下呢 应该是一到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三分到四分 但是呢 是考四分的时候多 考四分的时候多 啊 那么这么几个考虑啊 就会 首先呢 就是我们成本管理的任务和程序啊 一个关键句 成本管理呢 首先要做好基础工作 成本管理责任体系的建立 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对吧 成本管理啊 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是什么工作呢 成本管理责任体系的建立 然后呢 我们说好讲啊 要从以下各方面 为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算写一二三四五 五大段话 我们科技呢 已经给大家做了浓缩 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或者说基础条件 可以考多训练 我们要去会 这是开展成本管理的前提条件 对吧 啊 统一 成本计划的内容和格式 对吧 啊 然后呢 建立企业内部定额 啊 建立企业内部收定额 少了一个字啊 建立企业内部收定额 定额是做什么用的 定额是控制量的呀 对吧 控制量的啊 建立生产资料 市场价格信息的设计网络 控制价格的 对吧 建立以完项目成本资料 要利用以前的经验 对吧 科学设计成本合资的章策体系 业务财账 报告报表 这五条呢 啊 可以考多训练 能记得住当然更好 击不住 把握住一个基本规律 就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基础条件啊 不能包括成本管理的五项具体任务 就考这个考虑啊 就一种考法 就成本管理的五项具体任务 作为干扰项 作为错项 好 那我就问他这边 成本管理的五项具体任务 是哪五项啊 计划 控制 核算 分析 考核 对吧 这个基础工作 基础条件 是不能包括成本管理的五项具体任务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看成本管理的五项具体任务 首先就是成本计划 成本计划 说了写的很长 就知道一句话就可以了 对吧 成本计划啊 是建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责任制 开展成本控制和核心的基础 这就可以出道题啊 对吧 啊 问大家 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 开展成本控制和核心的基础 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 成本计划 对吧 好 再问同学们 降低项目成本的制造型文件 设立目标成本的依据 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 成本计划呀 对吧 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知道一句话就行了 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 投标 还是开工开始啊 投标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军工业的时候结束 还是保证金返还结束 保证金返还结束 对吧 投标开始 保证金返还结束 好 成本核算 那么成本核算呢 首先 它的两个基本环节 咱得会 成本核算到底算什么 咱能弄明白 这个考计 对吧 成本核算算什么呢 算实际成本 对吧 算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对吧 成本核算到底算啥 算实际成本 算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对吧 成本核算呢 是以单向过程作为对象 还是单位过程作为对象 以单位过程作为对象 对吧 按照什么时间 去核算 会计周期去核算 对吧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场成本 和完全成本 现场成本和完全成本 第一 由谁核算 第二 目的是什么 可以处理考 问大家 现场成本由谁核算 项目管理机构核算 目的 考核项目管理绩效 对吧 完全成本 由谁核算 企业财务 进行核算 目的 考核企业的什么 经营效益 对吧 现场成本和完全成本 第一 由谁核算 第二 目的是什么 可以处理考 下面呢 看成本分析啊 成本分析呢 要求他们掌握两个考点 第一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要求他们掌握什么呢 基础 内容 时间 成本分析的基础是什么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到底分析什么内容 成本的形成过程 影响成本升降的因素 对吧 寻找进一步将近成本的途径 就成本分析的内容嘛 对吧 成本分析发生在什么时间 成本管理的全过程 基础 基础 内容 时间 这是概念 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呢 就是我们成本分析 就是将我们成本核算资料 和什么成本进行对比 成本分析 就利用我们成本核算的资料 和什么成本进行对比 目标成本 预算成本 以类似下面的实际成本 对吧 和目标成本 预算成本 类似下面的实际成本 进行对比 这个细节可以考多训题 别小看的 成本考核 就两句话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哪两句话呢 73页 第一自然算 对吧 预测是角色的前提 这的话考了好几次 预测是角色的前提 成本核算 又是对成本计划 是否实现的最后检验 我就问他们 成本计划是否实现 他的最后检验 是成本核算 还是成本考核 成本计划有没有多多实现 他的最后检验 请注意 不是成本考核 而是成本核算 好 73页 成本管理的程序 书上一共写了8步 我们就要求他们注意 3456 考个次序 对吧 计划 控制 分析 考核 考个次序 好 成本管理的措施 成本管理的措施呢 提醒只有一种 措施的判断 19年没考 20年 这必须得会的重要考虑 这考的可能性超大 必须得会 那么什么是组织措施 人分工流程 这个判断标准 你必须得会 除此之外 注意几个细节 就组织措施 这个B2下 第二子 组织措施 另外一方面呢 是编制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确定合理详细的工作流程 流程属于组织措施 这很简单 对吧 那有时考试啊 那试题怎么办呢 把整数化一刀两判 给做了两个选项 比如说问大家 编制成本计划 编制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这属于什么措施 组织措施 请注意啊 第二章是没有管理措施的 组织技术经济合同 没有管理措施 对吧 所以能考第二章这个措施的判断 如果考了编制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它应该属于组织措施 我们讲经济办事强调过 特例一定要注意啊 好 另外呢 流程这段啊 说举了很多例子 对吧 两个参考的例子要注意一下 哪两个参考的例子呢 好 这段第二行 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合理使用 动态管理控制成本 流程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 这次让第三行 还有一个什么 加强施工调度 对吧 加强施工调度 来控制成本 流程一个举的例子 对吧 然后呢 这段倒数第二行啊 这段倒数第二行 组织措施是其他各类措施的 潜力和保障 而且一般不是要增加什么费用 如果得到可以受到良好的效果 这是个细节了 对吧 就是他其他各类措施的潜力和保障 而且一般来说不花钱的 这应该是什么措施啊 组织措施 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讲过 考排序 排序最前面的一定是组织 还记得不 对吧 好 技术措施啊 技术措施 首先 问大家 在我们管理人门课里面 讲的这个技术 什么技术 设计技术 施工技术 参考的一般都是施工技术 对吧 那么参考的施工技术 有哪些呢 施工方案 方法 工艺 机械材料 还记得吗 这个判断标准 必须得熟练掌握 对吧 除了基本的判断标准之外 要注意一个细节 哪个细节呢 就是我们74页第二行 74页第二行 对不同的技术方案 做技术经济分析 哎 啥措施 技术措施 啊 属技术措施 不是经济措施 技术分析 经济分析 都属于技术措施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经济措施呢 就是和资金有关 和资金有关 这判断标准很简单 对吧 注意几个例子啊 经济措施这段第二行 对成本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并且制定防范性对策 对吧 好 这个 还有呢 第三行的后面啊 对变更 及时做好增进账 及时落实益准签证 比节奏关注款 通过偏差分析 和未完工程预测 可以发现一些 潜在的可能会引起 成本增加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应该主动控制 作为出发点 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哎 我就问他这边 什么风险分析啊 变更 及时落实签证啊 偏差分析啊 主动预防啊 如果隔在第一章 毫无疑问 那肯定属于国外的措施 这一都是管理方法 管理手段 那第二章 没有管理措施 把它算什么措施啊 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这几个例子啊 给大家说一下 要么就直接考它 要么就是考别的 用它作为干扰项 一句话 你必须得会啊 必须得会 合同措施 与合同结构 合同条款有关 对吧 合同措施啊 最喜欢考的 就这段最后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索赔啊 索赔什么措施啊 合同措施 啊 为什么索赔是根据合同条款进行的 对吧 第二章第一节讲完 内容可不多 同志们啊 有三分到四分 无必要把握住 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章第二节呢 正常情况下 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考四分 啊 书写的挺厚 但是呢 考点很清晰 那种考点也不是特别多啊 所以也是要求同志们 要拿分的账金 首先呢 成本计划的类型啊 这个标志下 第四行有个关键句 成本计划的编制 是以成本预测的基础 关键的确定目标成本 就是编制成本计划的关键 编制成本计划的关键 是确定什么成本 目标成本 对吧 好 成本计划的类型呢 包括竞争性 执导性 实施性成本计划 竞争性 执导性 实施性成本计划 考试要么呢 就是考时间 时间啊 三句话要就会 竞争性成本计划 发生在什么时间 招特标签合的阶段 直到性成本计划 发生在什么时间 选派项目经理阶段 实施性成本计划 发生在什么时间 施工准备阶段 对吧 要么就是考核时间 要么呢 就实施性成本计划 采用企业的什么定额来编制 通过编制什么文件来形成 这可以考 实施性成本计划 才写的什么定额 施工定额来编制 通过编制什么形成 施工预算 对吧 施工定额 施工预算 可以考个田空的学生体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看那个施工预算 施工预算啊 首先呢 就是个基本概念 什么叫施工预算呢 再加在了76页 对吧 施工预算啊 就是确定单位工程的人才机的消耗量和费用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什么叫施工预算啊 就是确定单位工程的人才机 它的消耗量和费用 这就叫施工预算 啊 当然了 它的重要考点在什么地方呢 在77 这个两算对比 考这个施工头预算和施工预算的对比 施工头预算和施工预算的对比啊 考起来就是综合题 所以呢 有这么几句话 我们要去会 施工预算的编制是以施工定额为主要依据 施工头预算的编制是以什么定额 预算定额为主要依据 定额不一样 对吧 第二实用的范围不一样 施工预算 施工前内部管理一种文件 因为发办人没有自己关系 施工头预算既适合日发办人 又适合于什么 承包人 就施工预算 只有承包人自己用 发办人和发办人没关系 对吧 施工头预算呢 是既适合日发办人 又适合于承包人的 为什么 看下面的解释 施工预算是承包人组织生产 编制施工计划 准备现场材料 签发任务书 考核功效 进行经济核算的依据 这个例子也可以考 这例子是这样 你要能记得住 当然更好了 记不住 这么来理解 施工预算 是用于施工生产 施工管理的 它是用于施工生产 施工管理的 所以说谁用啊 那当然是施工 那我也自己用了 对吧 那么施工头预算呢 施工头预算 是用投标报价的主要依据 用于招投标的 对吧 施工头预算是用于招投标的 所以说 发办人可以用 承办人也可以用 对吧 施工预算 有没有施工生产 施工管理的 只有施工头预算 用于招投标的 所以发办人可以用 承办人也可以用 对吧 两算对比的方法 有实物对比法和进而对比法 两算对比的内容 这78页写了大半页 对吧 我一句话总结一下 你知道就可以了 就施工预算 人 财 鸡 的消耗量和费用 比施工 图预算 都要低 再说一次 施工预算的 人 财 鸡 的消耗量和费用 比施工 图预算 都要低 啊 这个判断的标准你会了 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成本计划的编制 一句和编制程序 成本计划的编制 一句 说写这么六条 可以考多训理 啊 可以考多训理 首先呢就是第二条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还是规划大纲 我们讲的规划大纲是投标是编制的 对吧 实施规划呢 是合同签订后编制的 有如指导施工的 啊 一般来说实施规划 这是项目经理 上台之后 自己编制的 有如指导施工的 所以我们这里啊 编制成本计划 参考一句 是规划大纲 还是实施规划 应该是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这个细节特别注意一下 对吧 好 这么六条是这样啊 你能记得住 那当然更好了 对吧 你要是记不住 那你把握这个判断的标准 就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啊 它是不能包括 业主方的文件和资料 但是设计文件除外 啊 就考这考点就一种考法 就用业主方文件 业主方资料 作为干扰项 作为措施项 啊 但是呢 设计文件要除外 啊 设计文件要除外 下面呢 我们成本计划的变成程序 程序呢 书上写那个六条 对吧 前三步注意一下 考次序也可以 但是没难度了 对吧 首先预测 然后呢 训练总理成本目标 编制总理成本计划 书上还是四五六 太长了 考不了 做前三步 了解一下就足够了 好 下面呢 看成本计划的编制方法 这么几个细节啊 首先 成功成本呢 按照成本构成 可以分解为 人才机和企业管理费 这个我们必须得会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按项目结构 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两个细节 首先呢 就是我们八十页最会责任的啊 首先呢 把施工总成本分解到单项工程单位工程中 再进一步分解到分布工程和分项工程中 考次序 成本怎么分解 单项单位分布分项考次序 对吧 另外呢 就是我们八十页这个表格下面这一段 编制成本知识计划时 要在项目总理层面考虑总的预备费 也要在主要的分项工程中 安排实际的不可预计费 考点就是主要的分项工程这几个字 啊 是不是每一个分项工程我再安排不可预计费用啊 不是的 只有主要的我才安排 对吧 好 那按时事阶段编程成本计划的方法 按时事阶段编程成本计划的方法呢 首先是八十页最后一段 还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石标过头上按月编制 另外一种是时间成本累计曲线 对吧 好 那么八十页啊 这个时间成本累计曲线的混入步骤 这个步骤呢 书上写的很啰嗦 给大家浓缩了一下 这么几个字注意一下就行了 对吧 时间成本累计曲线的绘制步骤 首先呢 第一步啊 确定计划计划 编制横道图 第二步呢 计算单位时间内的成本 对吧 第三步计算累计之处成本 然后呢 第四步绘制性曲线 可以考个次序 但是这里啊 它的重要考点呢 次序可以考 但不是重要考点 重要考点是什么呢 是八十二页这两个图 可以考计算 也可以考图形判断 首先看八十二第一个图啊 十秒的图上按月编制 什么叫十秒的图上按月编制 就是按照十秒网络 或者按照横道图 计算每个月的成本 实际怎么出呢 给个横道图给你 或者给个十秒网络给你 然后问你啊 第几个月成本是多少 这个事情呢 其实没难度 怎么做呢 首先啊 你要根据识别网络 或者根据横道图 判断 这个月有几个工作 然后呢 每个工作花多少钱 一加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图呢 是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就什么叫累积成本 你搞懂就行了 什么叫累积成本呢 什么叫累积成本 累积成本呢 就是截至到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截至到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这叫累积成本 就截至到目前这个时刻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这叫累积成本 那么可以考计算 当然实题很简单 对吧 累积成本呢 偶尔还可以考图形判断 大家看啊 时间累积成本曲线 画出来呢 一般都是S形状的曲线 对吧 就S形曲线 那我这条线画的 大家看行不行 我这条线画的行不行 这边挺像S的吗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累积成本 只会越来越大 是绝对不会有下降 这种简单的图形判断 我们也得会 对吧 好 叫咱83亿呢 还有这么几只画呀 注意一下 83亿啊 第三哈 S形曲线 必然暴落在 全部工作怎样 最早开始时间开始 和全部工作单最迟开始时间开始 所组成的香蕉图内 这个呢 可以考 但19年考了 今年呢 只有可能在中科技里面 作为一个选项出现 啊 好 然后呢 83亿啊 第五行 项目经理啊 可以根据筹策资金情况调整S形曲线 怎么调整呢 通过调整非关键线路上的工具项目的最早或者最迟开工时间啊 你得把成本支出控制在计划范围内 就啥意思 就是利用非关键工作时差 把非关键工作往后推迟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对吧 利用非关键工作时差 把非关键工作往后推迟来控制成本 好 再下面一段 一般而言 所有工作都按最迟时间开始 对节约资金贷款利息有利 同时将着项目安期军工的保证率 这句话得看懂 就是如果按最迟开始之间安排计划 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是呢 能够节约资金贷款利息 对吧 工作开始的晚 资金投入就晚 对吧 你借款的时间短 利息就低啊 能够节约利息 坏处呢 降低了项目安期军工的保证率 对吧 好 这的话可以单独考 也可以在综合体里面考啊 必须得会的 好 这个 我们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就给同学们讲完了 第二章第二节 其实考的很清晰 也是拿分的章节啊 看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呢 成本控制 这一节啊 每年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两个单选拟 一个多选拟 考几分 四分 啊 第一考虑呢 就是我们85页 成本控制的依据 啊 那么成本控制的依据啊 包括什么 合同啊 成本计划 进度报告 工程变更 各种自然的市场信息 对吧 可以考多选拟 啊 但是也 这个呢 你要是抱着死金贝 其实也没必要 搞懂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什么叫依据 我们书上有很多考虑都讲那个依据 这个的依据 那个的依据 对吧 什么叫依据啊 所谓依据 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或者问题 对吧 成本控制的依据 就是说成本控制过程中 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哪些问题 对吧 我问大家 咱控制成本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合同 计划 要不要考虑啊 要考虑吧 对吧 进度报告 反应实际情况 你得考虑吧 工程变更 不用说了 对吧 所以说 这考虑呢 其实 考虑的送分给你 没难度 对吧 好 成本控制的程序 这么简直化 可以考综合体 首先呢 就是86页啊 成本控制的程序 这个B2线第一次乱乱 要就会 就成本控制过程中 有两个控制程序 一个是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第二是指标控制程序 什么是基础啊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是基础 对吧 什么是重点呢 指标控制程序 是重点 两个程序 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联系 既相互补充 又相互制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86月中间 阿拉伯数字1 这个标题下面这段 有这么一句话啊 成本管理体系 是企业资深深层 发展的需要 没有社会组织的评审和认证 我们都知道 质量管理体系 有第三方认证 成本管理体系 有没有第三方认证一下 没有的 好 这么几句话 他在我们管理的目的考试里面 考到就是综合题 但是这是今年的重要考点 必须得会 必须得会 好 86月到87月 这个最大的表格 这个最大的表格 我们就要求他们掌握 项目经理的成本港湾职责 项目经理的成本港湾职责 这么三条 注意一下就足够了 87月下面这个指标控制程序 指标控制程序呢 这个必要是第一行 能否达到成本目标 是成本控制成功的关键 一个关键句 砍教材 88月 成本控制的方法 人工费的控制两句话 首先呢 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量价分离 对吧 量价分离 然后呢 89月 上面阿拉伯数字二的个表题啊 这个控制人工费的方法 控制人工费的方法 这个标签第一行 加强劳动定额管理 提高劳动存产率 降低工程耗用人工工日 是控制人工费支出的主要手段 这句话 你看懂就行了 项目经理怎么控制人工费 两条路 一个是量 一个是价 对吧 那价格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因为国家有规定 对吧 那价格控制不了怎么办呢 只能控制量 对吧 好 我问他们 怎么样降低人工的工日消耗量啊 提高效率啊 对吧 说怎么控制人工费 提高效率 降低人工的工日消耗量 因为价格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对吧 材料费的控制 几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基本软则也是量价分离 对吧 量价分离的软则 这必须得亏 好 材料用量的控制 材料用量的控制 有这么几句话要求会啊 首先呢 是定额控制 就是有消耗定额的材料 以消耗定额作为依据 实行限额领料制度 对吧 就有定额的时候 我就用定额 对吧 有定额的时候 我就用定额 好 限额领料有三种形式 这么三句话要求会啊 首先呢 按照分线工程实行限额领料 按照分线工程实行限领料啊 是以施工班组作为对象 对吧 按照工程部位 按照工程部位实行 实行限领料 是以施工专业队作为对象 对吧 按照单位工程 按照单位工程实行限领料 是以项目管理机构 或者分泡单位作为对象 指标控制 那么指标控制呢 都是没有消耗定额的材料 实行按计划管理 或按指标控制的方法 就有定额的时候 我就定额 没有定额 我用指标 计量控制 卡不了 包干控制 什么材料包干呢 小型零星材料 包干控制 对吧 材料价格的控制 材料价格又是控制 材料采购部门控制 请注意啊 不是由项目经理控制的 特别容易出错 它是由材料采购部门控制的 不是由项目经理控制 机械费的控制 不要求 分泡费的控制 知道一句话就行了 对分泡费的控制 主要是做好分泡过程 是寻加 定力 定力 平等互利的分泡合同 建立稳定的分泡关系网络 加强事故验收 分泡结算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凑个数 成本的过程控制方法 你说单独考其中一个细节 可能有 但不是特别大 这地方呢 最长期的试题 都是考综合体 关于成本的过程 过程 过程方法 下来说吧 证据的是 这是最常见的考试题 下面呢 我们看赢得的分析法 赢得的分析法 这个 首先 每年必考 每年都要考 两个考试要求 第一 计算 计算什么呢 CV SV CPI SPI 第二 判断 判断什么呢 这根据计算结果判断 成本超值还是节约 进度提前 还是之后 会计算 会判断 咱俩我们这冲刺吧 我没时间给大家讲 怎么去计算 怎么去判断 对吧 会计算 会判断 你会了就行 另外呢 这个我们教材 93页呢 还有这么几句话 要注意一下 分用偏差 进度偏差 它是什么 绝对偏差 对吧 它仅适合对同一项目 做偏差分析 费用绩效指数 进度绩效指数 是相对偏差 在同一项目 和不同项目比较中 均可以采用 对吧 一如 赢得的分析法 可以定量的判断 进度费用的执行效果 有赢得的分析法 做什么用的呢 进度费用 综合控制 对吧 好 另外呢 我们教材 99页 教材99页呢 还有一句话 有时候呢 也可以和 赢得的分析法的特点 和在一块考 我们把它挪到前面来 对吧 最理想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呢 使用赢得的分析法 分析的时候 最理想的状态 是ACWP BCWS BCWP 这三条曲线 靠得很近 平稳上升 最理想的 对吧 三条曲线 靠得很近 平稳上升 说明偏差很小 偏差很小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实际情况 计划情况 基本一致 这是最好的 对吧 好 下面考虑呢 偏大分析的表达方法 有三条方法 标题要求会 横大图法 表格法 曲线法 标题可以考 那么横大图法的 优点缺点 我们要去会 优点是什么 形象直观一目了然 对吧 就优点 一眼就看出 严不严重 对吧 缺点是 反正信息量多还是少 少 对吧 表格法 首先 表格法是最常用方法 它有三个特点 灵活 神运性强 信息量大 而且可以寄算机处理 曲线法 曲线考了 今天我们不要想 好 这一节最后一个考点 是教材一百页这个表格 我们教材一百页这个表格 这个内容呢 我们的课件都没有做摘入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记得住 那么这个表格可以考 咋办呢 提出两个考试要求 你会了就行 这个表格 首先 会利用CVSV 会利用CV和SV 来判断 成本超值还是节约 进度提前之之后 这个你必须得会 对吧 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注意我们教材上 一种很奇怪的说法 就CV小于0 CV小于0 我们都知道 好事坏事 这坏事情 说明钱花多了 成本超值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教材 这个表格 他不说成本超值 他说投入 超前 是吧 CV小于0 对应投入超前 如果是CV大于0呢 CV大于0 好事坏事 好事情 说明钱花的少 成本节约了 说成本节约 大家一定就会 但是我们教材 他不这么说的 他说投入 延后 对吧 就对这个表格 我们要注意我们教材 那种奇怪的说法 CV小于0 投入超前 CV大于0 对应投入延后 这个表格 再说一下 两个要求 第一 会利用CVSV来判断 成本超值 和节约进度提前之后 这你必须得会 另外 注意一下 小于0 投入超前 大于0 投入延后 注意我们教材 那种奇怪的说法 这两个要求 你会了 就能解决考试 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也说是能解决百分之百吗 解决不了 解决百分之八九十就足够用了 因为这表格你不可能记得住 第二章第三节讲完 第二章第三节 是看着很吓人 实际上 只要淫着分析法你懂了 就没啥难度 对吧 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 给大家说一下 是性价比很高的章节 内容很少 就两页 但是考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能考四分 对吧 所以不能轻易丢分 第一个考虑 成本核设的三同步软则 哪三同步 形象进度 产值统计 成本规及三同步 对吧 三个取得范围一致 好 下面考虑 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这个工程成本的概念 工程成本 什么时候开始 到什么时候结束 合同签计 到合同完成位置 就时间 连考两年了 竟然咱还要去汇 因为它包括直接费和建计费 后面这个很简单 对吧 关键是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那么直接费和建计费 直接费就是 人财机其他直接费 对吧 人财机其他直接费 是直接费 建计费 建计费就是组织和管理 工作发生的费用 这太简单了 对吧 好 财政部的通知 成本项目 分为这么些类别 财政部的通知 把成本项目 分为哪些类别 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 分报成本 可以考多许理 另外的101页 最后一行 其中 人财机其他直接费 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成本 对吧 人财机其他直接费 直接进入工程成本 间接费怎么办呢 先规及期末再分配 对吧 哪些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成本 人财机其他直接费 可以考多许理 对吧 好 102页成本合赠的程序 去年考了 但我们今天还要去会 说写的很长的五大段 记住关键信息就可以了 第一步就四个字 费用审核 第二步 区分哪些应该进入本月的工程成本 审核完了以后 区分哪些应该进入本月的工程成本 对吧 然后呢 第三步 其实就五个字 哪五个字 成本的分配和规及 对吧 成本的分配和规及 然后呢 第四步确定本期以完工程实际成本 对吧 第五步 将以完工程成本转入工程结算成本 核算 均工工程实际成本 可以考次序 好 成本合赠的方法 包括表格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 对吧 18年考了 19年又考了 20年还会接着考 毫无疑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一节内容 基本没什么内容 但是分配的分值 有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所以说 就内容少分值高嘛 好点重复 那是正常情况 对吧 表格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 也没什么难度 表格核算法 站在第一行 表格核算 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对施工项目内部 各环节 进行成本核算 这是它的基础 对吧 它的特点 优点是 简明一种 方便操作 实用性较好 对吧 缺点是 较难实现科学严密的 审核制度 进度不高 复核面比较小 对吧 会计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 这个 它的基础 那当然是 会计对工程项目 其实全面核算的基础上 对吧 这都很简单 好 快据核算法 这段第三行 它不仅可以核算 直接成本 而且还可以核算什么呢 施工中出现的债传债务 它的概念 好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有点是科学严密 人为控制的因素比较小 而且核算法比较大 确定呢 对核算法的专业水平 工作经验要求的比较高 对吧 财务部门一般采用这种方法 好 102页最后一段 第一行 表格核算法 具有操作简单 表格核实自由的特点 对吧 然后呢 102页倒数第三行 总的来说 用表格核算法 核算什么成本 表格核算法 核算的是岗位成本 会计核算法 核算什么成本 工程项目成本 这个表格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 是这样 你记住啊 表格核算法 就是简单好用 表格核算法 简单好用 但是它比较粗 它不精确 它覆盖面比较小 是不是个道理啊 说表格核算法 核算的是什么成本啊 岗位成本啊 对吧 会计核算法呢 就比较精确 比较严密 覆盖面比较大 但是呢 对人的要求就高 是这个道理吧 对吧 说表格核算法核算是岗位成本 会计核算法核算什么成本 工程项目成本啊 这表格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 它的特点 这是必须得会的 第二章第五节 每年也是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四分 这个 首先呢 是成本分析的依据 成本分析的依据 成本分析的依据 19年考了 那么这是我们今年的考试 我们要求的内容就特别少 三句话 了解一下就做 足够了 首先呢 会计核算啊 会计核算主要什么核算 价值核算 啊 业务核算 业务核算啊 业务核算这个标准面第三行 业务核算的范围比会计统计核算范围越广 知道这么多就行了 统计核算 统计核算啊 这一段第二行的后面 它的计量尺度比会计宽 可以用货币计算 也可以用食物劳动量的计量 啊 这么三句话 注意一下就足够了 好 下面考虑呢 104页 104页啊 上面有个12345 成本分析的步骤 对吧 啊 成本分析的步骤啊 同志们 这五步可以考次序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呃 主要是第一步第二步容易出错 要注意一下 哎 我问大家 是先选择成本分析的方法 还是先收集成本信息啊 啊 先选择方法 然后再收集信息 是不是写的很怪 对吧 第一步第二步要特别注意一下 345就很简单了 对吧 处理数据 分析软音 形成结果 都很简单 对吧 所以主要是第一步第二步 啊 这个次序啊 要求同志们关注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成本分析的方法啊 首先呢 四种基本方法 对吧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差额计算法 比例法 啊 比较法呢 又成为指标对比分析法 啊 知道这么多就足够了啊 因素分析法 两个要求 首先呢 第一个要求啊 它有啥用 有什么用啊 又叫连环计算法 有什么用呢 分析各种因素的成本的影响程度 对吧 分析各种因素的成本的影响程度 对吧 这的话可以考 第二个呢 就是因素分析法的计算呢 啊 因素分析法的计算 105页这个例题 例1z202052-1 这个例题要去汇 啊 这个例题我们要去汇 计算规则我也说一下吧 对吧 因素分析法计算规则啊 主要是两个 一次只能替换一个因素 已经替换的保持不变 一次换几个 一次换一个 换完了就不能动 对吧 偏差怎么计算 相邻的替换结果算偏差 对吧 替换的次序怎么定 先食物量 后价值量 先绝对值 后相对值 对吧 因素分析法的计算 有人说 朱老师 你白货什么呢 你要是有这种疑问 就说明啊 金奖版的课你没听啊 对吧 我们冲刺盘直接给同志们做总结 好 插合计算法 插合计算法呢 106页 106页呢 上面这个 例 1Z2052-2 52-2 这个例子 我们要去会 对吧 但是报纸笔也没必要 插合计算法是因素分析法的一种简化形式 对吧 因素分析法你会了 那么这道题你自然就会算 对吧 好 下面来看比例法 比例法呢 首先啊 它包括相关比例法 构成比例法 动态比例法 这三种方法 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就构成比例法 构成比例法 又叫做比重分析法 或者结构对比分析法 它有一个细节 同时可以看出运算成本 实际成本 降低成本的比例关系 我就问同志们 可以看出运算成本 实际成本 降低成本 比例关系的这种成本分析方法是哪一种啊 构成比例法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综合成本分析方法呢 首先是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这个比例的第一行啊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 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对吧 分布分析过程成本分析的对象是以完分分析过程 做完了再分析嘛 分析的方法是 进行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的三算对比 对吧 预算成本来自于投票报价 目标成本来自于施工预算 对吧 请注意啊 只有主要的分布分析工程 我们在必须要进行成本分析 而且是从开工到进行系统的成本分析 也就是不是每个都分析 只有主要的才分析 那么这么几句话呢 呃 这也是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重要的考点 三算对比可以单独考 三算对比是哪三算 预算的 目标的 实际的 对吧 剩下的几句话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考 但是这个地方给大家说啊 如果一旦考综合体 通常都是多选题 啊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年度成本分析 年度成本分析呢 两个细节 108页最后一段第一行 企业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 不能将本年成本转入下一年度 项目成本呢 是以项目的收明周期作为结算期 然后呢 还有个细节啊 109页第三行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是什么 年度成本分析的重点啊 是制定下一年度的成本管理措施 对吧 他是不是分析我们这一年钱花多了 花少了 不是 他的重点啊 是要制定下一年度的成本管理措施 好 下面呢 看军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军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这个必要下啊 第二次呢 单位工程军工成本分析 包括三方面内容 123 考过三次多训练 今天我们要去会啊 军工成本分析 主要资料交叉笔分析 主要基础节约措施和经济效果的分析 好 下面呢 看教材 111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呢 这么几个细节要注意 首先是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啊 这一次标准下面第二行 有个三同步 我们要去会 哪三同步呢 完成多少产值 消耗多少资源 发生多少成本之间 有的必然的同步关系 这是第二个三同步了 对吧 然后呢 工期成本分析 112页第二行 工期成本分析啊 有两种方法 是一般采用比较法 然后采用什么 因素分析吧 对吧 资金成本分析 这公式成本支出率 这个公式 我们要去会 啊 好 这一节最后一个内容 成本考核 成本考核呢 两个考点 首先呢 成本考核的依据啊 就是成本计划的各类指标嘛 有三类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考的简单 直接考标题 考的难一点 给一个指标给你 然后问你 这个指标是什么指标 考指标的判断 这个呢 其实也不难 数量指标 就是一个数字 啊 一个数字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是一个百分比 质量指标是个百分比 它的最后三个字是 降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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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标是一个差额 它的最后三个字是 降低额 还有一个考点呢 就是我们 对项目管理机构成本考核的两个主要指标 哪两个指标 项目成本降低额 项目成本降低额 这是对项目管理机构成本考核的主要指标 别小看它 可以考多许定 啊 第二章 我们就给同志们讲完了 啊 总体来说呢 第二章啊 是内容不多 考的也考的也很清晰 是必须要拿分的章节 它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很高 啊